台东拥有全台最美的美丽海岸 富岗渔港是台东唯一到绿岛和南宇交通港 也是渔民出海捕鱼的重要港口 重要的门面 环境的渣乱不但会影响游客对台东的印象 更会破坏自然的生态资源 海巡署东巡局以及台东县政府 昨天在富岗渔港办理首部美丽东海岸禁港活动 舰长黄建廷东巡局局长取吉林环境保护不论人后 也一同参与了这次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选择今天办的活动 也希望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效应 那当然这一次的活动 这个我非常感谢县政府可以说给我们大力的奥援 那同时呢也有今天各位各机关团体也一个参加 让我们这个活动呢才能够有效的获得支撑 那个人在这边表达也无限的感激跟感谢 这些真的我们透过这样的行动来清理之外 那当然我们也要呼吁提醒大家 平常大家一起来动手 爱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乱丢垃圾 总之我们对富岗港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也会在未来陆陆续续马上都要把这个成果呈现出来 今天还是要感谢大家 那么这样子一起来共同的参与 这个环境真的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我们一起来努力不但让富岗干净 让整个台东干净 让整个台东的未来都是让全世界看到的 此次的活动共来自全县的27个单位 近500位民众共襄盛举 我觉得很有意义 真的吗 对 然后呢 就很特别的经验啊 没有来港口进港过这样 这样的活动 你希望一直可以持续下去吗 对啊 富岗渔港是台东县最重要的海上观光门户 富岗港的张乱却是游客 以及地方民众经常诟病的讨论的话题 渔港的清洁不单是政府或渔民的责任 乡亲应该有义务一同来维护 呼吁民众一起携手共创美丽整洁的家园 东南新闻的陈金雄在台东市的彩虹报导